現在要上這個網頁應用程式啊 這個 這個我們之前就是一直有提到說就是 如果你要讓你的程式語言 你會寫程式語言 你要讓別人可以使用 那你一定需要有一個GUI的介面讓別人用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做這件事情啊 那我們先講一下這個 我們現在要寫的這個網頁應用程式啊 它這個 比起這個一般應用程式到底差別在哪裡 你知道哪些特點 網頁應用程式的特點是啊 其實你的運行其實是部署在一台我們自己的Server上面 然後使用者透過瀏覽器 去訪問這個網站 有點像是什麼蝦皮拍賣啊 或者是什麼PC Home之類的啦 那其實這個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連線版的 不是單機版的遊戲這樣子 那我們這樣有什麼好處咧 第一個 這個使用者不用安裝程式嘛 所以說直接這個 打了網址就可以使用 那第二個 如果你要做什麼版本更新什麼的 你在自己Server端版本更新 所有人用到的都是最新版的 所以這就是網頁應用程式的好處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著用這個 R元來做一下網頁應用程式 那怎麼做咧 這個TableMaker 大家都看過了嘛 TableMaker就是一個 標準的網頁應用程式的樣子 基本上你不用安裝任何東西嘛 你就打個網址進去就可以用了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要怎麼做一個網頁應用程式啊 大家看著我的步驟喔 首先 請你先開個資料夾 你先開個project 看這個project之後 請你開個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叫什麼名字都可以 就來說叫myapp 看這個資料夾之後 進來這個資料夾裡面之後咧 你來左上角 這裡點語法這裡 增加一個語法 加一個ascriptor 把它儲存到 我剛剛放在第12課的myapp裡面 把它第一個檔案 存成叫ui 這樣可以吧 來接下來是第二個檔案 把它存在同個地方 叫server 好這兩個檔案 這兩個檔案現在都是白的嘛對不對 這兩個檔案存完了之後 我們來看到這裡 首先 我們到這裡 把這一串程式碼 複製 直接複製貼上喔 這一份是ui的 好我們在ui這裡 貼上 然後在這裡 把這一份檔案貼到server裡面 好這樣子 好這樣子 好這樣兩份檔案都儲存完了嘛對不對 儲存完了之後 你會注意到右上角 有個叫runkapp這個 這個按鍵 請你按下runk 好理論上 你就會看到這個畫面 滑動這個 滑動這個bar 你右邊可以做出一些反應 好那我們現在啊 基本上 呃我們這個 這個東西啊 這個非常簡單嘛對不對 記住我剛剛說的過程 先開一個資料夾 然後再 儲存兩個r script的檔案 一個叫ui.r 一個叫server.r 把相對應的語法貼到ui.r跟server.r上面 我們就這個樣子好不好 練習就做這個 如果你做完的時候 就是如果你這個 就是做完你也開出來之後 可能有一些同學比較快 有一些同學比較慢 比較快的同學 你可以到shiningexample這裡 隨便找一個 我這邊隨便舉個例子啦 我真的是隨便點的喔好不好 隨便第三次 他是不是有ui跟server 請你把ui 複製 好貼到ui這裡 好然後回到34 這裡是不是有server 好我們再按次run 這是什麼東西 好多久 多久更新是時間 好沒關係啦 這個就是 這個至少就是 我們就是 隨便你挑一個 好不好 這個我真的是隨便用的 好那這個 所以大家就請先把自己的 這個網頁用程式弄出來 先隨便複製貼上一個 我們再來教到底我們要怎麼寫 好不好 速度可能會delay 好啦 各位這個優秀的同學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啦 好不好 首先剛剛我們這個 這個語法對不對 ui 我先把它復原好了 好這是我們剛剛的ui對不對 好這是我們剛剛的server 我們再把它打開一次 給大家看一下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網頁 它有什麼特性 特性 首先在左上角有一個標題對吧 這是標題 然後接著在左邊 有一個就是控制 給我們控制的元件 右邊有一張圖對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回頭看一下 我們這兩個語法 其中這個ui這個語法 就是負責去 去描述使用者的介面 是長什麼樣子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ui的語法 來 首先它分成了三個part 第一個part叫headerpanel 第二個part叫sidebarpanel 第三個part叫mainpanel 這個顯然就是左上角那個標題對吧 接下來 sidebarpanel顯然就是描述左下角 那個給你拉的元件有哪些 最後mainpanel就是描述右邊的 output的資料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我們現在來看這裡 首先 在這一個 shiningui這個default你一定要打的 這個不打不行 接下來這個patch with sidebar 這個東西啊 是描述我們的那個模板 我們要套哪一個 未來我們會學到其他模板 但現在我們都先用這個模板好不好 這樣大家懂我的歷史了吧 好那這個模板我們原則上就是把 標題放在headerpanel 把這個 控制的這些元件 把它放在sidebarpanel 把這個 我們的這個圖像 或者是等一下我們之後 可能會有一些 表格或什麼的output 我們把它放在mainpanel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裡面怎麼下指令的 來 headerpanel hello shining 我把這個shining把它改掉 我再按一次run 它是不是變hello 這很好改嘛對不對 對就簡單欸 來 接下來 sidebarpanel這裡面有個東西 裡面又放了一個叫slider input 這個slider input顯然就是那個 拉的那個東西嘛對不對 來看一下 這個第一個obs是代表 它輸入到server端的物件名稱 這樣知道了吧 我丟obs這個物件進去server端喔 那這個number of observations 這一個東西 它顯然就是你看到的描述 我們再按一次run 好看到了改了對吧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min 最小值 最大值 然後value 畢竟你要拉那個東西 你總需要設一個 最小值最大值嘛 對不對 還有起始值 好接著 mainpanel這裡有plot output thisplot 欸這個就是我要接 server端的輸出 它的物件名稱叫什麼 好所以光看這個ui.r這個語法 我們就知道了一件事情 這個obs當初 obs是input的物件 然後 output的物件叫thisplot 這是不是有點像 r元裡面的這個函數的input 跟output的這個感覺 這樣懂了意思嗎 好所以我們的server端 就在描述 我要接到obs 我要obs就是使用者指定的那個數值 從0到1000的某個數值 然後thisplot就是我要輸出 我要在server端把這個圖片傳出來 就是用thisplot的物件 我們就來看一下server端的語法 同樣的在shining server 跟function input output 這些東西是都不改的 這些東西都是不改的 能改的地方只有這裡 好我們要怎麼改呢 在r元裡面 output是不是要寫在最外面 最左邊 來output的 這個前號就是output的什麼嘛 對不對 裡面的植物件 output的植物件裡面有thisplot 它等於randomplot 這東西顯然是不能改的對吧 因為這根圖嘛對不對 randomplot跟這個 plotoutput 這是一組的喔 這是一組的 假如說你要輸出圖 就是randomplot加上plotout 這樣可以吧 好裡面他做了什麼事勒 input的obs先經過rm rm這個函數 是隨機產生 一個常態分布 就是隨機產生一堆 隨機數 這是一個從常態分布裡面抽 隨機數的一個函數 這樣知道吧 這個東西把它變成一個dist 這顯然是一個 數值相量對吧 就是對這個數值相量 做histogram 那他就畫出這個直方圖了嘛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說你已經注意到我們是怎麼畫圖了 來 UI端指定了標題是hello 然後這個 CyberPanel裡面有一個 拉的這個原件 這個原件叫sliderinput 這個原件的input叫obs 最小值0 最大值1000 使用者調整的時候 他就會把obs這個數值 直接做改變 然後傳到server端 server端要吃到的東西 就是這個東西進來 做一個rm 然後變成這個 一個histogram histogram 輸出成diskplot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個diskplot 他接到UI端 去把這個東西 給他plot output出來 這樣大概懂我意思吧 所有邏輯 你都弄懂了之後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簡單的改變 如果你今天要畫一個 直方圖 你可以用obs等於500 這些數字都隨便有設嘛 對不對 平均數標準差 color是什麼 這樣我是不是就可以畫出這個圖了 對吧 那同樣的道理 那如果你要在 這裡改的話 你是不是要改在server端的這裡 你是不是要改在server端的這裡 這樣可以接受嗎 你要改在server端的這裡齁 來我們把它貼上 那當然obsmscolor 這個東西啊 我們可以先把它delete掉 為什麼 這個我們等一下 UI端去給我們就好了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 我們把它delete掉 好 obs這裡改成input的 obs input的 min input的 s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這裡改成input的 color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這個你都可以接受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UI端要怎麼改呢 來我們就把這裡把它改 改掉就好了 好我們在UI端直接把這一串 改成這個 欸注意喔 因為你現在放了四個原件對不對 原件之間你要以豆點去分隔 原件之間要以豆點去分隔 原件之間要以豆點去分隔 好來這個 喔這裡我打錯字了 因為這裡是color 這裡是e 我這個打錯字了啦 所以我這邊改好不好 好那obsmscolor 這個obs slider input 它就是拉爸嘛對不對 numeric input 等一下我們看看 然後這個radio button 就單選題 這單選題有什麼咧 有red blue green給大家選 使用者看到的是外面這個 等於左邊的這個 然後傳到server端的是小寫的 小寫的他才有辦法畫嘛對不對 來我們按一下run 好看到了嗎 第一個我這裡是不是還是可以改 對吧 我這裡是不是 欸你看我現在平均值是100 我改150 他是不是跑到這裡來了 這樣可以吧 標準差我給他改1 欸是不是小多了對不對 好然後這個red blue green 他是不是可以換 這樣大概懂我意思了吧 所以說 這個網頁的這個應用程式應該簡單 應該還不算太難吧對不對 你大概完全了解他的邏輯了對不對 好在我們進到下一課 下一個小節之前 我們先給大家做一個事情 請你把UI端跟server端把這個設好之後啊 然後現在只有red blue green嘛對不對 請你隨便加個顏色好不好 加個顏色我們試試看 好我們現在來我們現在來再學一些新東西 我們現在剛剛已經知道要改東西 其實沒有那麼難了嘛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欸我們之前不是有學過自訂函數嗎對不對 就是欸我反正我要做一些事情 我可以把東西打包成函數嗎對不對 那我現在要做什麼呢 我們這邊用一個做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我現在要做這個做樣本書估計 這邊碩士班的同學應該都聽過用書估計啦 呃大家知不知道這個 比如說我們現在要做個民調 然後正負3%大概抽多少的 大概1000人上下嘛對不對 好那這個 這個我們要怎麼來計算這個1000人上下呢 我們需要這幾個參數 你如果不會算沒有關係啊 沒有人要求你要算好不好 我們在Rscript這裡開一個 好這個顯然就是輸入的參數嘛 總共有significant level 就是這是這個pValue嘛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然後 然後這個 expected rate 這個是 期望啊 這個它的得票率應該是多少 這樣知道吧 期望的盛行率 那接著呢 我希望啊 它的這個 error range是增負3% 這樣可以吧 然後 Z 後面就不重要了 後面就是計算這個樣本書的過程嘛 對不對 這樣一算程式碼 我們可以把它改成samplesize 這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的輸入是什麼呢 pValue 這個 這個 preference 跟那個 error range 對吧 這樣我們就可以計算出 樣本書要106768245 這樣可以接受啊 好那我們現在要把這個東西放到我們的網頁上 這樣懂了意思嗎 那怎麼放咧 這三個顯然是數值輸入對吧 數值輸入 所以啊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UI怎麼改啊 來 看著喔 我們的 UI這裡 我們把我們剛剛的header panel改成 samplesize calculator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在這裡 我們把slider sidebar panel把它改成 來本來是 本來都是slider input numeric 跟radio button 對不對 全部都改成numeric input 輸入什麼呢 sig p 跟x 範圍跟起始值 這裡就寫了 這樣可以接受齁 然後 output 這裡呢 output這裡因為是數值嘛 對不對 我們輸出text output 來 text output 我們把這塊複製下來 這個h3 這邊又有個h3 h3是指說這個 我把他的字體變大變粗 我們等一下可以把h3去掉看看好不好 所以這是text output 所以他在server端是不是就要 用random text random text是什麼東西 size output output是size 然後去接inputsig inputp inputx 對吧 好我們在server端這邊看一下怎麼改 首先 你需要把your function 放在我們的shining server的外面 因為首先你要先載入這個function嘛 這樣可以接受齁 那接著咧 在這裡 outputsize 等於random text 因為外面是text output 所以這裡是random text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 輸入什麼呢 sampleSize這個函數 inputsig inputp inputx 算出來這個數值之後 我們把這串字貼出來 we need rung的n rung的就是 這個45 rule 這樣可以 來 samples for this sampling 按下rung 按下rung 欸這樣我是不是就可以做一些調整 然後我現在接受正負5% 他是不是就可以計算了 好 心情水準把它改成 0.1好了 好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吧 這個應該不會很難吧對不對 來再看一次怎麼改 ui端 在這裡輸入你想要的東西 然後在這裡 你要輸出text output 你就叫text output 這個sn你可以把它改掉 它字體會變小 它變細細的一行字這樣看到啦 好那server端呢 server端的邏輯就跟我們剛剛是完全一樣的 這樣可以接受齁 就是這個output的這個東西 output的這個東西 這個物件 把output的size等於random text 這個東西要跟前面的text output 做這個相對應 好裡面呢裡面做什麼呢 使用samplesize這個 function 對不對 samplesize這個 function 我們在這裡去描述它 描述完了以後 input的三個數字 把結果貼出來 好那現在你要做什麼事咧 來練習了 請你計算case control study的這個samplesize 這samplesize的公式啊 有點複雜對不對 沒有關係啦 下面已經把方形寫好了 這個方形寫好 你需要input alpha poweror 這個 這個是比例 這個是 這個r是case組是control組的幾倍 正常只有1比1就是1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如果你選擇1比4就是0.25倍 這樣可以喔 然後接著p0 p0是什麼咧 control組預期的曝露率 這樣懂我意思嗎 輸入這5個參數 你就可以把samplesize的計算出來 這一串程式碼你就直接複字貼上好了 好不好 不要浪費時間 看上面怎麼算的了 這樣你就可以做出一個 samplesize can create it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我們現在練習一下 好我們要解這一題練習題啊 首先你一定要做這件事情啊 大家很多人都覺得這個東西的輸出 理所當然我應該會啊對不對 實際上當然不是啊對不對 然後我們給他輸出一下 你看看他輸出的是什麼 他輸出的是 是不是 他其實輸出的是 一串文字嘛對不對 所以說 既然他輸出的是文字 所以說我們 而且直接就是文字囉 所以說我不需要再做四捨五路什麼之類的嘛對不對 然後 然後你有注意到什麼意思 這個他輸出的有兩個 有一個要 correct 一個沒有 沒有correct有的結果 correct的時候也有個結果 所以這個時候啊 我是不是 我可以選擇 把兩個結果都輸出出來給你看 那我要怎麼把兩個結果都輸出來給你看呢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我們是不是可以輸出 就來說 text output ty 然後我們把它複製 在text output t2 我是不是可以輸出兩個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我輸出兩個 我要怎麼輸出兩個咧 來 首先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的答案 在這裡 在這裡我們實際的 我們先把它 我們先把它複製貼上好不好 因為這個不難改嘛對不對 幾乎所有人都會改這個 我們只是把原件從sig p跟x 改成 輸出 alpha power or r跟p0 這樣可以接受嗎 接著 在這裡 t1 t2 好實際上我在這裡還有四個啦對不對 我們輸出t1 t2 t3 t4 全部都輸出嘛 好總共有 總共有四個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接著 我們在server端咧 在外面前 然後我要把這換掉嘛對不對 所有人都會換 怎麼換掉咧 好然後接著 因為我在這裡 我本來是 我本來只有一個輸出嘛對不對 我現在有四個輸出 t1 t2 t3 t4 那我們怎麼用咧 每一個 每一個東西為一個block 看到了嗎 我們把它複製下來看看 那其實這個text1 他是完全沒有 不會 完全就是指輸出一串文字嘛對不對 他是完全沒有變化的喔 這樣知道吧 裡面那個input 跟這個輸出沒有變化 然後t2 等於 我就把 alpha power or or r 跟p0 填入 t3 也是完全沒有變化的喔 那 t4 輸入 並且correct 等於 true 這樣 我的run app 輸出的時候 我就可以看到這些數字啦 我現在把0.8改0.9 他是不是就做了一個相對的改變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跟大家講 這一題的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於 你第一個 你在加這些東西有沒有問題 我想大部分人都沒有問題了 就是有些人有時候會忘記加豆點之類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我們都非常清楚了 這五個元件就是等下輸入的元件 在這裡咧 這四個output有沒有問題 有些人有問題 因為從來沒有看過多個output的 對不對 連續給他豆點加下去 不要害怕 這樣懂我意思嗎 啊你只輸出一個也可以啦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這個 server端呢 把你的function 輸入在這裡 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記住你的function名稱 是samplesizeor 不是samplesize喔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輸出 四個output 怎麼去在server端呈 output的text1等於什麼 output的text2等於什麼 text3等於什麼 text4等於什麼 就變成四個 四個模塊 四個模塊 分別去輸出我想要輸出的文字 這樣知道吧 那你看我這裡有 X3 有些是X4 X3是字比較大 X4那個字比較小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這就是我最終的結果啦 好這個最終的結果出來以後 我們來做一個 最後 我們今天要上的最後一個part 來做一個簡單的應用 這個簡單的應用啊 叫conditional panel 剛剛我們是不是會計算 這個 一般這個做民調抽樣時候的samplesize 接著我們又會計算了 add ratio 要計算這個case control study的samplesize 對吧 我沒有辦法把這兩個東西 整合成同個APP 同一個網頁 有可能對不對 那需要怎麼樣 我首先要先給人家選嘛 對不對 那他選說 喔你要選擇使用這個 你要選擇計算民調 還是你要計算這個這個case control study 那選完以後呢 選擇計算民調的話 他輸入了三個參數 就是p pvalue 然後 跟那個 assetable 這個error range 對不對 那如果輸入add ratio 是不是就要輸入五個參數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 他的這個面板 你就要根據這個狀況做一些改變喔 我們先 數字貼上一次當前的 這個 我們用來做範例的這個 UI 跟用來做範例的這個server 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如果你今天喔 你不知道東西要怎麼寫 請你先貼別人的程式 貼完之後看看那個程式 有沒有你想要的東西 然後我們先貼 按下run 這個程式是什麼呢 我重整一次再一次 再run 這個程式是什麼 來看著喔 為什麼 為什麼他會 他會這個樣子 好啦這樣 正常了 好 左邊是不是有個normal 跟一個student t 這裡可以選 我在選normal的時候 這裡是不是給我輸入 mean 跟standard deviation 在選擇 student t 的時候這裡是不是給我 degree of freedom 所以你看到囉 我在選擇這個的時候 左邊的參數會改喔 那下面這個不會動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這個圖 右邊的圖是不是也根據 我選的這個參數 做一些改變 不過要右邊的這個圖 要改 似乎沒有那麼困難 因為在server端 我可以下非常多 if else的條件嘛 對不對 但是左邊這裡到底是怎麼改的 這是不是很神奇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改的 來 在ui這裡 select input method choose description 然後normal等於norm student t等於st 所以這顯然就是讓我們做那個 下拉式選單的那個東西嘛 對不對 來在這裡 help text setting parameter for description model 是不是在這裡 這一行字 不重要 對吧可以接受 接著 conditional panel input.method 等於等於norm 比如說當我選到了norm之後 conditional panel顧名思應就是 這個條件式的panel嘛 對不對 當我選了normal之後 我要顯示的 numeric input mu numeric input sd 這兩個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就是min 跟standard deviation 這樣可以接受 如果 input method 選到的是st 我就輸出 我就輸 讓輸入df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呢 slider input 這個number of sample size 這個 我們 因為是共用的 所以他不在conditional panel的範圍內 這樣可以接受吧 output thisplot 這個沒有問題 剛剛都一直用thisplot 在server端 output thisplot 等於randomplot 裡面有什麼 if input method 等於norm 我就做什麼呢 我就做rnorm 輸入 input obs s 然後min sd 去產生這個隨機數值 那如果 input method 等於st 我就輸出 我就輸出 這個 我就用rt 從t分部裡面抽 抽 number of observations 跟df 從df這個分部去抽 接著把histogram 起來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了嗎 大家知道怎麼做這個conditional panel了嗎 先給一個選擇 這個選擇如果你選到了什麼以後 請你在這裡使用conditional panel 把那個選擇描述好 根據選擇A 我們就輸 用A元件 輸入選擇B 我們就用B元件 這樣懂我意思嗎 然後在server端呢 寫好完整的if else函數 if else的判斷邏輯 然後把結果輸出出來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了 好練習3 練習3是什麼呢 首先 大家練習2 這個不會做的 我們先跳過好不好 但是我們先再記住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啊 這個練習2 這邊是不是有個答案 這邊是不是有個答案 練習2的前面 這裡是不是有個答案 就是一個是算民調的 一個是算 那個case control study 對不對 請你把這兩個整合在一起 先讓他選擇 你要計算case control study 還是一般的preference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選擇完了以後 根據他選擇 輸入的參數分別是sigpx 或者是 然後根據他的選擇 跟輸入的參數 我們去計算sample size給他 計算sample size的結果 你看這裡輸出4個 這裡輸出1個 那怎麼辦 這裡輸出1個那怎麼辦 很簡單啊 那就 其他就不要了 對不對 你懂我意思嗎 你選擇A的時候 你選擇A的時候 剩下3個你就輸出空白啊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選擇這個 A的時候就輸出4個 這樣懂我意思齁 好我們試一下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練習3的答案 到底在做什麼啦 其實重點就是你需要有一個 slate input 當起始對不對 然後這個slate input 這個 你要請問他你要估計rate 還是估計case control study 那接著你選完之後呢 給定適當conditional panel 的這個原件 那conditional panel 如果選rate的話 就輸入這3個 選了cc的話 就估計這3個 所以這個ui server 這個部分應該不會很難吧 對不對 這個改起來 很簡單對不對 就是改好 好有趣的一點是這樣子 當你改好之後啊 我跟你講你們server不用先寫完 你們可以先這個改好之後 我們現在reload 你們先看一下 欸 欸會改 這樣可以這樣可以接種 確定會動 你說沒有輸出 這個沒有關係啊 對不對 等一下再改嘛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嗎 欸 請你ui寫完之後 可以先看一下 ui本身有沒有問題 server端其實是不影響的 我把這邊全部刪掉 他還是可以用 這樣知道 懂我意思嗎 你這個要留著啦 這個結構要留著 但是你沒有 沒有去連結那個input 跟output也沒有關係 反正他這input進得去嘛 但output出不來 就這樣而已 好接著 那server端要怎麼改勒 server端首先 你先把兩個函數把它放在上面嘛 對不對 來兩個函數把它放在這裡 好放完了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裡是不是 input text1 text2 text3 text4 他的 2 3 4 其實都不用改嘛 對不對 2 3 4其實是不用改的 但是咧 但是這個1的部分 如果input method是rate的話 我就要用sample size這個函數去估計 如果 他是使用cc的話 我就直接輸出這個文字 他大概邏輯就是這樣子 按下run了之後咧 如果選擇rate的時候 他是不是有這個 那選擇case control的時候 他出來是不是這樣 就不一樣了 好這樣大概懂我的意思嗎 大家可以練習一下 如果覺得很困難的話 你可以先貼一下這個結果 然後試著去改變一些邏輯 假如說把物件名稱改掉啊 把一些邏輯改掉啊 來看看他結果的改變 那我們今天上課 基本上要上到這裡啦 大家應該 有一些基本的 這個網頁應用程式的這個概念啊 你已經會寫了嘛對不對 那這個 第一課 這個網頁應用程式的第一課 你一定要非常的熟練喔 因為我們之後的課程 一定是based on這個繼續的嘛 對不對 後面還有四堂課 我們會教大家更進階的 這個網頁應用程式的寫法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我們下課就結束了 不用了 謝謝 我们下期再见